昭华县鹿港镇一名79岁富人 清晨6点多骑三轮车出门要买菜 疑似闯红灯被自小客车撞飞 富人当场喷飞10公尺外死亡 而肇事驾驶还开车逃逸 自知躲不掉下午才主动到岸 原来她开妈妈的车外出酒驾酿货 因为太紧张逃离现场 清晨6点多 富人骑着三轮车从东起一路过来 从监视机画面看到 她疑似闯红灯横跃张鹿鹿时 一辆小客车正巧及时而来 直接将她撞飞 巨大的撞击声响 不少民众被惊醒 79岁的许姓富人 连同三轮车喷飞了出去 三轮车扭曲变形 富人则被抛到10公尺外 重摔落地当场死亡 但肇事驾驶没有下车 竟然开车逃逸 警方事后透过监视器画面 寻现追查找到了肇事者 25岁的苏姓男子 当时开着妈妈的车子外出找女友 清晨酒后开车准备回家 撞上了外出买菜的妇人 她说因为紧张加上喝酒 才会逃离现场 8点45分了 我们就已经巡获该造势车辆了 在12点45分 嫌犯盗案 他自称是因为有害怕 所以就有离开了现场 造势车辆驾驶座前方的挡风玻璃 破了一个大洞 上头还看得到血迹 车头严重回损 男子在友人的陪同下道案说明 经过酒册酒册值都还超标 可见当时喝得多邦 警方征讯后 异过失致死 公共危险 还有肇事逃逸等罪嫌 移送彰化地检署偵办 记得戴容貌 彰化报道 我们的听到 请不吝点赞